今天是2024年1月1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點22分 我們現在在觀塘的通明街走走 我們位置在這裏 這條公樂道 現在對面 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蔡馬會大樓 現在是康寧道的位置 你沿著通明街走走去 看情況如何 快點走到這個樓道 才到這位置 少許看見 剛才康寧道是上山 現在這位走到回方向下山 很多都是整车的店铺 有些转发店 两边都是整车的店铺 这些位置都比较偏僻 在宽堂的同市 群石土、五金土 都是关于建筑器材、装修等的部首 上一次来都可能 都差不多一年半前了 来这都已经 在疫情期间来的东西 现在当然 这个情况和双刺 是两件事 明治街 一条很短的街 出回到这个康宁道外面 要么我可以打开了 没有呢 那我们需要发展 那我们可以打开了 我们可以打开了 手机 上路 我们可以打开了 因为以下路 这条路 我们可以打开了 有些房子没有开的 有点点冷清的 不过可能有些五金套 或者那些店铺 星期六都会休息 还有诊所也有一间 圣洋汉天主 正常这间就是斜路这个位置 看过是行安街 下一点影给大家看一下 行安街 在这边 有些新楼有些旧楼夹杂住 市区重电有些旧楼都拆了 然后再建设这些新楼夹杂住 这间明星海鲜酒店 这间明星海鲜酒店 安街呢 这条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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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又是 在北京 这条旁边 有些产品 都被人家 这条旁边 是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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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画法应该 rymsk 泊汉几个玉米 延安街是很短的,只走一段路 下到公司購物商場的位置 從角度到這裏 這方向回到牛逃郭方向 今集先講到這裏 下集再見